谢谢张肖,谢谢大家 今天非常荣幸能有机会在这里跟大家分享 首先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Ohio State University的Fisher College Business 这是我在那里花了五年时间去攻读 当时攻读博士学位 旁边是我的导师叫做Roy Lewicki 那是2001年到现在已经有了17年 经过这么多年的教学、咨询和培训的经验 我发现在谈判里面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很多人在谈判之前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输了 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 如何在谈判开始之前 我们就能够做好准备 能够成为真正的赢家 首先给大家讲一个案例 假设你的家里面 有这样一套英式的茶具 是这样一个五件套 但是中间的这个糖碗碎掉了 如果是一整套的话 它的价值可以达到10万以上 但是因为碎了这一只糖碗 它的价值就已经降得很低了 但是机会来了 在这个周末 你去附近的一个跳蚤市场 只有周末才开的跳蚤市场 你发现有一个小摊上摆着一个一模一样的糖碗 上面写着标着是英式的糖碗 然后没有标价钱 现在我有一个问题要问大家 请大家思考一下 如果这个时候摊主问你 你想要出多少钱要这只糖碗 你会出多少钱 其实大家最好能够用笔把它写下来 或者是你至少心里面又有一个数 这样的话对我们后面的听课会有更好的效果 那么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就不等大家来写 这个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正态分布图 大家在座的有几百人 我们每个人设定的这个目标 其实都是不同的 最终出来的一个结果 就很有可能是这个样子的 大家可以看这个图的中间 大部分人是处于中间这个位置的 这部分人我们可以说他是平庸者 就是他不上也不下 那么有一少部分是在远的那一侧的 也就是说他的目标的价格会过高 这些人他会倾向于付更多的钱来买这只糖碗 而另外一部分人他的目标就会比较低 这些人可能就是就在这个例子里面 他最终拿到的这只糖碗的价格 就可能会比较的低 在某种程度上呢 我们在这里就把它称为是人生的赢家 那么这个人生的赢家 为什么说在谈判之前就已经决定了呢 是因为他们在谈判之前就有了这个谈判的目标 而这个目标呢 其实并不像我们想象中那么简单 我们平时都知道有这个讨价还价 这个讨价还价你给出来的东西 其实不是目标的 因为它只是你用来争取价格的一个工具 并不是你深思熟虑 已经铁定了要追求的一个目标 我们这里讲的目标呢 是你真正的想要追求的 不达到不罢休的这样一个目标 才是真正的目标 那么一般来说 人们在谈判之前 都会有很多误区 我给大家举三个误区 第一个误区呢 就是没有目标 我做这个谈判的培训呢 经常会问大家 你谈判的目标是什么 我曾经给一个企业的老总去做咨询 他是下午要去见客户了 上午我问他 你的目标是什么 他稀里哗啦说了半个小时 还是没有说出来 他的真正的目标是什么 这样的人是非常普遍的 这些人他其实没有一个真正的目标 他能说出来的就是 我要争取尽最大的努力 争取我最大的利益 这个其实不是一个目标的 它是一个模糊的一个方向 那么第二点呢 就是有些人呢 会把底线当成目标 你去问他说 这个糖碗你出多少钱买啊 你想有了这个糖碗 你的这个茶具就能值十万 对不对 那么低于十万的话 原则上来说你都可以买 有的人就会说 那五万都可以买了 五万以下我都可以了 但是大家知道 这个五万呢 它其实并不是 并不是你的目标 它其实是你的底线 谈判之前的时候 你把目标 集中在你的底线上 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 因为它几乎注定了 你最终的谈判结果 是要靠近你的底线的 那么第三大误区呢 就是 我们把一些公平的 或者说最有可能出现的结果 当成了目标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觉得 我是讲道理的人嘛 我这个价格不应该太极端 我应该是有道理的 这个目标呢 就也是会比较低 如果是你有了这三大误区的话 大家可以看一下 你自己刚才的这个估计 是不是会犯了这个三大误区 有了这三大误区的话呢 就不是一个很好的谈判目标 那么优秀的谈判目标 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它有三大特点 第一呢 它必须是明确 而且具体 越具体越好 最好要有数字 比如说像刚才这个谈碗 你就应该有一个数字出来 这就是你的目标 光有数字呢 并然是不够的 第二个优秀目标的特点呢 就是 这个目标必须要 必须首先得是你真的想要的 想要达到的 其次呢 必须要高到 让对方不能够马上接受的 这是一个比较绕口的话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大家就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了 在20 我是1999年去的美国 在2000年的时候呢 我在网上去买一个二手相机 是一个佳能相机 价格我记得不是很清楚 应该是原价在200美元左右 我经过一番调查之后 这个相机在主人 已经用了它将近一年 所以我想 半价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价格 这里是温州 大家肯定要笑我了 但我那个时候还没有学谈判 我就给他开了这个价格 但是大家知道 他听了我的价格之后 他的反应是什么呢 这是他当时的反应 他就没有还价 他就说 哇这个价格非常的非常的合理 那我就接受了 当然我最终也是言出即行嘛 一定要答应 但是知道我的心里 是什么样的感受嘛 对不对 因为这就是 我的价格肯定是出得太高了 已经高过它的底线了 它连讨价还价的意愿都没有 就答应了 这个呢 后来我读了 Richard Thiller的书 他的文章 我才发现 其实心理学和经济学里面 是有专门的词的 这个叫做Winner's Curse 就是胜利者诅咒 就是说 你的出价被人家马上就接受 就是说你这个出价就已经低于人家的底线了 就是 就太高了 那么真正的目标应该是怎么来确定呢 真正的目标呢 首先不能是靠近底线的 而是要靠近你的渴望 那么渴望 大家可能知道这个词 但很少用在谈判当中 我们谈判里面讲渴望是指什么呢 是指说 你要去谈判的时候呢 假设所有的情况都对你最有利 那个最好的情况是什么 也就是说 如果所有的世界都为你服务了 你能拿到了最好的结果 这个就应该是你的渴望 但是它必须得是一个 比较合理的一个渴望 但是它是你谈判的一个边界 它其实是你谈判的一个最高的一个边界 是你应该去追求的目标 如果你的渴望太低的话 那么你最终的结果 一定不可能达到这个边界 那么我们再回头看一下 刚才的这个谈碗的例子 谈碗这个例子里面 对于买主来说 各位是买主 你可以看到 十万以下其实你都可以接受的 对不对 因为这个价值对你来说的确是很大 事实上我们 这是我们做谈判模拟的时候 给大家的一个信息 其中还有一条信息是说 这套茶具对你来说 有非常深的情感价值 因为你是从小看着你的家人 用这个茶具喝茶长大的 加上这一条之后 就更加激起你非买不可的欲望了 对不对 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出很多钱来买这个 也就是说你的底线可以很低 或者说在这个例子里面是很高 但是我们同时给了另外一方 这个卖主 我们给他的条件是什么呢 给他的信息呢 是说 他是偶然的情况下得到的这只糖碗 然后这只糖碗呢 因为他是一套里面的一只 所以本身其实并不值钱 同时呢 他是辞的又占地方 然后每一周 他从家里面搬到这里来呢 他还要费劲 所以对他来说的话 只要有人出钱 他就愿意卖 因为这对他来说是一个累赘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一方是 只要低于十万 我就可以买 一方是 你只要给钱 我就愿意卖 这中间是一个多么大的空间 对不对 其实很多谈判就是这样的 他的空间其实是很大的 那么在这么大一个空间里面 我们每个人的这个位置 是怎么决定的呢 每个人的结果是怎么决定的呢 其实就是由我们的这个 谈判的这个目标决定的 那么谈判的目标呢 还有第三点 为什么要强调这个第三点呢 因为你听了前两点 你可能会说 王老师我明白了 下次我谈判的时候 我就把目标定得非常非常的高 这个并不是我的原意 你这个目标和你的这个渴望的话 你一定要有你自己的原因和基础 最好的最优秀的目标 应该是那些目标 能够让对方也认可 对方也接受 让对方也愿意跟你一起合作 来帮你完成这个目标 这样的目标 才是非常优秀的目标 但是呢 在平时的谈判当中 很少有人能做到这一点 我给大家举一个 以前我自己的例子 以前我在香港领工大学的时候 我们有的时候会申请这个科学基金 申请科学基金的时候呢 写的时候就要非常的有讲究 你要申请多少钱 你这个钱都用来做什么 你就要写得非常的清楚 如果你写得不清楚的话呢 这个基金委就算是批准了的话呢 他也会把这个钱给你往下砍 因为有些人呢 他的确可能会有这个倾向 他会倾向于去多要一些钱 那么这样的目标呢 就不能够引起对方的认可 就不能够让对方来 跟你去共同合作来完成这一点 对吧 所以呢 这个优秀的谈判呢 优秀的谈判目标呢 就需要有这三个特点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想要问大家 大家也有可能会想问这个问题啊 就是说 如果两个双方目标都定得很高 都是人生赢家 那最终怎么办呢 谁会输呢 对不对 这个呢 就要看情况了 为什么是看情况呢 首先要看你这个谈判 是什么样的谈判 如果你谈判是一个 很强的对立式的谈判 然后双方比较势均力敌的话呢 最终的结果可能是 类似于平分秋色 大家注意 我说的是平分秋色 我并没有说双赢 因为它不是双赢 而且它有可能是双输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人可能听说过 谈判是妥协的艺术 对不对 错 完全错 为什么 回到刚才说的这个 申请基金的例子 假设我申请一百万 来完成我的科研项目 那么你基金委看了以后 你说一百万不行 我认为你这个项目只需要五十万 然后我去跟他谈判 最终我们定了一个七十五万 是不是一个结大欢喜的结果呀 其实不是的 对不对 因为没有一百万 我完成不了我的项目 他本来只想付五十万 他又多付了二十五万 最终又拿不到他想要的项目 这其实是一个双输的结果 所以如果是两边都是 非常强硬的对手 在很多情况下 他其实达到的是一个双输的结果 但是在某些情况下 这个高的目标是一个必要条件 有了高的目标 再加上其他的一些条件的话呢 是可以达到双赢的 那么我再给大家讲一个谈判里面的故事 这个人呢 这个人呢叫做 他就吵醒了 妈妈很生气 过来一刀把橘子切成两半 一人一半 听起来公平合理 对不对 结果呢 姐姐呢 回去以后就把这个橘子肉给吃掉了 然后就把皮扔掉了 而妹妹呢 其实是要用这个橘子皮来做她的手工 就把这个肉扔掉了 也就是说 一个看似公平合理的结果 其实是一个双输的结果 因为双方都没有达到自己的渴望 但是如果双方都是 前面所说的这个人生的赢家 他设定了自己的目标 那么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他们就会坚持要拿到整个橘子 然后妈妈可能就会问 问姐姐 你为什么要呢 姐姐说我要吃 问妹妹你为什么要呢 我用她来做手工 这样的话呢 双方都可以百分之百地实现自己的渴望 这才是真正的双赢 所以我们谈判里面讲的双赢 其实就是在讲这一个 那么 我们有了这个 优秀的谈判目标的三个特点 是不是就可以盖棺定论了呢 今天的课讲完了 因为你有了一个好的目标 你就可以达到好的结果了 但事实呢 又并没有这么简单 我再给大家讲一个研究 这是美国西北大学的一个教授 叫做Victoria Medvik 她和她的团队做的研究 他们呢 研究了1992年的 奥林匹克夏季运动会的 领奖时候的大家的表情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屏幕 中间这个人是金牌 对不对 然后面向大家 左手这个人是铜牌 对吧 右手是银牌 金牌的人肯定是非常高兴的 对不对 那么银牌跟铜牌 哪一个更高兴 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铜牌更高兴 我们可以再看其他的 这是不是也是铜牌更高兴 我们再看一个 是不是仍然是铜牌更高兴 为什么给大家看这个呢 就是说 我们的幸福感 是和我们的比较得来的 为什么银牌的人 没有铜牌的人更高兴 虽然他的结果更好呢 因为银牌的人 他的比较对象是金牌 我就差了一点 就拿到金牌了 所以他就忍不住地会沮丧 会郁闷 而铜牌呢 他比较的是那些 没有站到领奖台上的那些人 所以他就会更加的高兴一些 大家知道 金牌得主毕竟是少数的 对不对 在谈判里面呢 这是一个 或者说在企业里面呢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也就是说 如果你想让你的员工 或者是你自己 在谈判当中取得更好的成绩 你就必须要制定很高的目标 但是这个很高的目标呢 又像一把双刃剑一样 回头又会砍到你自己 对不对 那么怎么办呢 我们有没有一个制定谈判目标的双拳法呢 我这里就给大家传说一下这个双拳法 第一种办法呢 就依赖于我们自己 我们要了解这个心理过程 在谈判前和谈判中的时候 我们的注意力 要集中在你的渴望上 但是在谈判结束之后 签了字之后 你的注意力要集中在你的底线上 这样你才能够真正的 也更客观的 来评估你自己的谈判当中的表现 另外一个谈判目标设定的办法呢 就是从企业的角度来讲 在进行一项任务 或者进行一个谈判之前的时候呢 你可以把渴望设为这个谈判的目标 但是在最后做绩效评估的时候呢 你可以用底线来作为它的基点和评估 我知道大家可能还会有很多的问题 因为今天讲了很多的内容 并没有太多的时间去详细地去抠每一个细节 但是这几个是比较可靠的原则 所以听完今天的讲座呢 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两点 第一点呢 就是如何去制定一个优秀的 可靠的 能帮你成功的谈判目标 第二点呢 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学会调解自己 在取得胜利的同时呢 又能够保持自己的身心健康 让学到这两点以后呢 希望大家能够在未来到来之前 就已经准备好自己去迎接未来 去迎在开始之前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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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